这个男孩有多损 竟把蛇放进老爸铺当里 心里一声伸手去掏 他把蛇放生 没想到蛇找到了新的伴侣 如果夫子俩互换身体 巴特会如何对待猴磨 作业没写完就要挨揍 不吭声还要被追着打 换成母女关系也是如此 嫁不出去就要被赶出家门 猴磨整天吃得停不下来 他想逃离这个噩梦 就连上船都躲不过电视机轰炸 恶魔之子真是无处不在 原来都是猴磨惹的祸 一周前 辛普森一家去看比赛 巴特却不感兴趣 为了不让儿子扫兴 猴磨强行挠他痒痒 由于玩得太过火 导致巴特当众失禁 全国直播他尿裤子 引起观众无情的嘲笑 第二天巴特还上了新闻 被大家称作叙叙男孩 马基让猴磨去看心理医生 如何正确对待父子关系 医生请来高大的篮球选手 让猴磨体验儿子的感受 他终于体会到儿子的弱小无助 经过反复的折磨 猴磨发誓再也不恰巴特了 回到家 他让儿子去自己试试 果然猴磨还是忍不住 可下一秒 他的眼前出现幻觉 猴磨无法制止巴特 把自己气得全身抽搐 巴特三天不打就上房接完 猴磨刚要去制止 心里的阴影再次出现 恰了自己快要窒息 巴特更加肆无忌惮 把车子开进教学楼里 于是猴磨做了开头的梦 马基再次向心理医生求助 车子搞得更过火 竟把猴磨吊在树上 在他死的那一刻 看巴特是否原谅老爸 恶魔之子毫不在乎 还开心地跟朋友发信息 医生再也看不下去了 要亲手掐死这个恶魔 猴磨也快死了 生死关头 巴特救下老爸 而他自己也因此获救 父子俩再次重归于好 这集辛普三讲述了一段父子关系 之所以猴磨平时对儿子下狠手 也是因为巴特实在太作了 全天下只有猴磨能治得住他 就像如来佛祖和孙悟空 如果没人打压他的胡作非为 巴特永远也走不上正道 其实溺爱并不是爱 真正的爱是软硬结实 如果都像丽莎那样听话懂事 猴磨也不会忍心伤害自己的骨肉 这些寿司有多好吃的 豪斯终于找回原来的自己 巴特恶作剧学校老师 把校气和麻醉气轮流释放 又引诱校长进厕所 其实是他们临时制作的 拉开以后全校学生哄堂嘲笑 但老师们准备上课 巴特把各种球类全放了出来 老师们吓得夺命狂奔 更损的是 巴特提前把大门锁死 校长下班准备回家 发现车子无法启动 打开引擎盖才发现 发动机挂在气球上 这都是恶魔之子的杰作 校长找到巴特 命令他放下发动机 校长罚他清理滑梯 巴特擦得像玻璃一样滑 他被带进校长室 小傻瓜成了受害者 校长表示巴特还太嫩 以前有比他更坏的学生 巴特找到坏学生的家 刚上门就中了对方的恶作剧 安迪递给客人一桶薯片 巴特猜里面是弹簧蛇 没想到是条真蛇 豪斯被咬了一口 接着开始浑身发冷 安迪给巴特看他曾经的杰作 毒蛇颤鸡钻进豪斯衣服里 但恶作剧并不能当饭吃 安迪至今一事无成 巴特为他介绍了一份工作 给小丑当助理 没想到 安迪在舞台上发挥特长 为小丑策划了一场精彩表演 从此他成为综艺节目的编剧 当辛普森变成食物 是种什么体验 巴特把爸妈撞到肚子里 紧接着胃部开始分泌胃液 味道极其恶心 没多久 胃就开始浓动 侯末跟家人一一告别 一家人进入消化道 在崎岖的肠子里穿梭 紧实的肠壁挤压着身体 当宿主用力时 食物最终变成香 还出道体外 侯末买了恶搞装置 巴特却没中招 他强行让儿子坐上去 突然巴特一个滑步 反将老爸推到马桶上 巴特把电动牙刷塞到老爸鼻子里 侯末反手将花洒放在儿子嘴里 恶魔之子抄起马桶刷 帮老爸清理口腔 直到马基对他们大吼 父子俩他停止打闹 小麦该到上幼儿园的年纪 而老师却发现他不会说话 回到家 丽莎带小麦去玩 突然屋顶开始滴水 原来出门时花洒没关 丽莎惊奇地发现 小麦竟能拼出各种单词 他们重新到幼儿园测试 才得知小麦是个天才 丽莎有些失望 她再也不是最聪明的孩子 从此丽莎改头换貌 决定重新打造自己的人设 可不论换成什么风格 都不是自己喜欢的样子 甚至还让周围人反感 最终丽莎决定离家出走 直到幼儿园老师调取了录像 发现小麦考试作弊了 试偷看丽莎的动作回答问题 丽莎很庆幸 她依旧是家里最聪明的 没想到 小麦拿起Sux 吹了一首完美的曲子 这个男人全部小茂夫人驶来 如果地球当虫族入侵 人类该如何应对 他们不仅数量多 还能变异成数万倍大 出趟门差点被吃掉 悲观的人直接选择自杀 傻子才会和他们对抗 但基本没任何作用 春田正遭遇千年重灾 连教授都束手无策 市长让大家居家隔离 被困的第一天 辛普森一家有说有笑 可第二天 虫子数量分倍激增 有人出门抗议 下一秒就被车撞死 辛普森家食物短缺 马迹让丈夫去邻居家借点 侯莫拿着烹火枪 一路杀到了弗兰德家 这地下是宛如超市一般 侯莫一点也不客气 真把人家当成超市 弗兰德回想到以前 侯莫从不知道感恩 他就像只蝗虫一样 肆意拿走别人的劳动成果 这次弗兰德可不惯着他 只给他一口吃的 没想到 虫子数量不减反增 到了第三天 房子被堵得连阳光都进不来 老猫子想一把火把虫子烧死 没想到酒精浓度不够 喝醉的虫子竟开始吃人 侯莫拿面汤代替牛奶 小麦吃了一口就吐了 看着如此吝啬的邻居 马迹决定去抢 两人全副武装 潜到邻居的地下室 侯莫不小心撞翻货架 弗兰德闻声下来查看 随即两人大打出手 砸翻了大部分生活物资 侯莫不是弗兰德的对手 既然他那么爱吃 弗兰德就让他吃了够 这时马西反了回来 真诚的向邻居道歉 弗兰德也意识到自己的自私 他毕竟还是个信徒 好家伙 侯莫还真吃个没完 巴特的游戏天赋有多强 上千小时通关的游戏 他刚上手就获得胜利 过后还不忘嘲讽制作人 侯莫带孩子参加游戏会展 人气最高的是愤怒的小鸟 好家伙 他们竟玩的真人版 会展上集合各种大型游戏 甚至还有战神2 丽莫喜欢音乐类游戏 尤其是最擅长的萨克斯 可他的游戏天赋远不及巴特 场上还准备了作题游戏 丽莫找到了一点成就感 还有三分钟 新游戏发布会就开始了 侯莫把现实当成游戏 任务是三分钟抵达目的地 他想象着自己是游戏角色 一路过关斩将 突然一名男子气愤地砸向他 侯莫的雪条见底 他到便利店买了一份披萨 雪条恢复到健康状态 没想到 有两名保安挡住去路 侯莫搜索武器背包 选择用灭火器击退敌人 孩子们顺利抵达 通关数据表现完美 三人度过了美好的一天 下周轮到马基带孩子玩 他们竟来到教会 孩子们失望透顶 回家时车子也坏了 一家人停在外国美食街 他们好奇地点了一道大餐 看似干净又未生 马基直接上手吃了一口 一股马沙拉的味道 疯狂地刺激着味蕾 他从未吃过如此美味的食物 孩子们也大口吃了起来 这简直太酷了 人工智能有多忠诚 为了保护人类 尽甘愿牺牲自己 只可惜为侯莫这个傻子 他们觉得有点冤 侯莫还坐在马路中间 眼看着机器人一个个死去 他回到家 一把火烧掉机器人碎片 幸存的机器人不让侯莫喝酒 因为酒精对人体有害 侯莫无法接受 并对机器人进行改造 保护人类的程序失效 机器人逐渐黑化 瞬间切掉侯莫一块头皮 发傻子扣下口香肠 又将头皮黏了回去 一群人工智能追着侯莫跑 幸亏他们速度不快 太急 侯莫把机器人引到老板家里 黄百万放出家里的恶犬 却被机器人一巴掌扇飞 黄百万骂骂咧 这群畜生简直白痒了 没想到狗子们也开始造反 和机器人一同猎杀主人 两人躲进阳光花园 下一秒 机器人全杀了进来 危急关头 下岗的工人赶了过来 与机器人展开殊死搏斗 没有工作的他们吃够了苦头 把怒气全发泄在机器人身上 巴特趁机取下机器人头 扬起了乌龟 黄百万宣布 人工智能终究无法取代人类 没想到 侯莫偷偷留下来一个机器人 还逼着他做自己的朋友 机器人宁可自毁 也不愿与傻子为伍 辛普森一家有多惨 竟被同胞们赶出春田镇 就连他们的片头也换了 巴特再也不用上学 现在成为一名荒野战士 滑板也升级为摩托车 侯莫驾驶越野车 女孩们竟开着直升机 马机的座驾是两批马 把侯莫撞进房间 只有沙发从家里搬来 丑物变成了小狐狸 大家靠吃舌蛋为生 小麦成为这里的孩子王 就在一周前 电视报道有何威胁 辛普森一家躲进房站地窖 他们待了三天三夜 可还是忍不住去外面看看 街上空母一人 市长大厅门口却停满了车 他们偷偷溜到里面 发现大家开会的内容 竟是要驱逐辛普森一家 马机想知道原因 一举一来 辛普森给镇上带来了很多损失 突然大善人弗兰德闯进来 只有他为辛普森求情 市长按下机关 弗兰德直接被残飞 一家人拖着行李远走他乡 竟发现一个世外桃源 生活了一段时间后 马机有点想家 他们假扮成黄百万和秘书 偷偷溜回春田镇 两人故地重游 玩得进行而归 可房子早成为恶霸的大本营 外面警长带着民众赶来 逼着他们离开 马机很失望 他不再对春田镇留恋 更看不上这些势力小人 辛普森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生活 突然卡尔出现 他也想逃离城市的喧嚣 没想到 莱尼也跟了过来 就连老毛子也想逃个生活 一夜之间 整个春田镇都搬了过来 大家才明白 离开了辛普森 他们什么也不是 最后连市长都恬不知识地跟来 当校长出门时 发现春田镇空无一人 只有巴特还记得他 带着校长前往新家园 Alan 案 amor 事件 不允国 优 Kevin 优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 你